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到十四节至二十一节 因凡被神所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爱所受的不是怒仆的心 能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厚持 就是神的厚持 和基督同坐厚持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且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乃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向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梁牧师他今天的主题是 地上雨点 云上太阳 我们下面时间交给梁牧师 大军牧师 音乐 大家好 今天代表我的家庭和我的教会 祝贺大家一生圣诞快乐 希望大家这个圣诞节都可以享受到 从神而来的喜乐 基督徒活在人生 我们常常都要面对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尤其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对比呢 你看到圣诞节的这个时候 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看来外面的风雪 好像没有很多风但是下雪 天是灰灰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周围要看的话 你看新闻的话 新闻里面大部分是什么 坏消息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这个世界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很灰的 很负面的消息 同时见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一个基督徒 确实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喜的信息 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对比了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不停地都会有很多比较负面的 让我们的心态会变得比较悲观的事情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多不少 每一个人都会有 在社会 在世界一定会有 同时见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却又知道 我们得到的是好的 我们应有的是一个乐观的 是一个喜乐的心 那这两个不是成为我们生命之中 很大的一个对比吗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呢 我们是不是如果讲得严重一点 是不是变成一个两面人 甚至于有一点像精神分裂的样子 一时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一时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种的状况 这种的心态呢 今天我们就看一看 保罗这段经文里面 教导我们 神借着他教导我们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在地上生活的基督徒 我们这两个好像 甚至讲得严重一点 是一个悲喜交集的一种生活 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们今天看一看 我们先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可以来到 主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荣美 我们可以经历到 主同在的美好 天父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 我们就是被提醒了 以马内力 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主 虽然在这个地上 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 我们不想要遇到 我们不想要听到 我们不想要经历的事情 但是主啊 你应许了我们 你必与我们同在 主要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 面对这个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找到一个处理的方法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虽然有难处 却在当中我们有喜乐 求主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 主 你的声音 祷告奉奉奉主的名 阿们 我们来到看到这个保罗这段经文 我们就看到有好有坏这样子的状况了 这段经文讲到有三个真理 有好的有不好的 第一个是好的 他讲到说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当时那个用词啊 因为文化的关系 所以只是提到男的 今天我们明白 他的意思是男女的都是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第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再有一个卢卜的心 我们所受的 不会人就害怕 我们所受的是儿女的心 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向神呼叫 呼叫阿爸父 这句话不简单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可能习惯了 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也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看旧约 从来 犹太人从来不会称神 做父亲 这个阿爸父的称呼啊 很特别 英语呢 有一些人说 有一些圣经叫他翻译成 Dad Daddy OK 就是说老爸 一个很亲密的 一个称呼 犹太人在旧约的时代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 他们连神的名字都不敢喊 在旧约里面 其实在旧约的圣经 在希伯来文里面 旧约称神的这个名字 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 耶和华 对不对 其实那个字怎么样念 没有人知道 因为犹太人根本就不准去念这个名字 他们不准去念神的名字 连神这个耶和华的名字都不准念的 所以怎么样念那个名字 其实经过很多年已经失传了 耶和华这个翻译 使用一些其他的蛛丝马迹 拼出来的 其实真正来讲 我们现在的神学家 历史学家 已经不知道 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称 应该是怎么样叫的 没有人知道他的发音是什么 已经失传了 他们觉得神是多么神圣的 他们连他的名字都不可以叫 又怎么会 怎么亲密的叫他 嘿老爸 阿爸父 这个是主耶稣 让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名分 主耶稣让我们 开始可以对神 因着他的缘故 我们跟着他 可以称阿爸父 我们得了这个儿女的心 我们所受的不再是 卢卜的心 而是儿女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个是第一 第二 第二有分开两点 我们都是后世 后制 后制的话 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成绩财产 对不对 我们可以成绩产业 成绩产业有一个不好 有一个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得到了没有 还没有得到 所以现在手还是空的 还是没有得到那个产业 但是好的地方是什么 将来会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三点 三点有好的 有不好的 表面看来 我们这个就只是 人生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人生就是 我们生命有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地方 除了特别 大众有特别的 有特别的就是讲到 我们有那个儿女的名分 我们是后世 当然了 但是你可以说 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好有不好的 这里也是有好有不好的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就在于 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状况里面 这些好与不好之间 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好跟不好 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经历到的好跟不好 有什么的关系呢 我们要明白这个关系 先要明白一点 这点就是 这段经文前面 我们中文圣经 这个合合本 你知道是多久以前翻译的吗 一百多年前 有一些地方 它翻译得很贴切 有一些地方可以更好一点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这些英文 中文圣经 都是翻译出来的 所以翻译其实就是一种的 interpretation 对不对 你要翻译 其实已经是一种的interpretation 你已经要把它的意思 从一个言语 转到另外一个言语 有很多东西 你一个字在原文的 现在这一段是希腊文的字 在原文的希腊文 你可以翻成中文 几样东西都可以 所以这个翻译 选择去翻哪一样 就是翻译那个人 他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 哪一个是最好的 所以翻译都不是 直接是神的话语 所以翻译可能是 我们是可以改的 所以才有这么多不同的翻译 中文也有 有这个合合本的 还有现代的 叫什么我忘记了 有没有人知道 新语本 对对对 新语本 对 新语本 对 也有很多其他 英文更多 英文的翻译 哇一大堆 我在手机里面就有一大堆了 OK 至少有七八个不同的英语的翻译 但是中文我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 跟我的子的圣经一样的 所以这个翻译呢 我们要知道 可能这一段经文里面 有个更好的 更好的翻译 更好的翻译在哪里呢 就是十四十五节 那里面讲到的 开始十四节 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女 这里灵这个字就是很重要了 后来十五节 翻译很多都变成心 你注意到心这个字 在希腊文跟前面 灵这个字 是同一个字 所以其实后面的是翻译成灵 所以这一段经文十四十五节 注重的都是灵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人就害怕 所受的来是儿女的灵 这个灵让我们呼叫阿爸父 然后十六节继续讲到圣灵 圣灵与我们的灵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一段经文全部提起来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得到神的灵 得到圣灵 这个圣灵就让我们看这个世界不一样 这个就是关键 关键就是我们要听的 我们要看这个世界 我们要听这个声音 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 我们看这个世界 我们要借着圣灵的眼光去看 我们不要借着地上 我们的肉眼的眼光去看 因为我们靠我们的肉体的眼睛 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世的 我们靠着属灵的眼睛 我们就看到属灵的东西 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去看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现金在我们眼前的东西 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将来的荣耀 就很不一样 第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是靠圣灵的眼睛去看 我们根本看不到 我们根本看不到 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亲密的 我们不会叫阿爸父 我们叫也叫得不贴切 我们叫也叫得不真心 我们用肉眼 因为我们怎么样 我们看不看得见我们的阿爸父 看不见 我们看我们的肉眼的话 不信的人就会说 因为他们看不见 所以他们就会说 你向谁祷告 很多如果没有这个经历过神的人 很容易就会觉得 我们祷告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像空气祷告 但是当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与我们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是与我们同在 祂在听我们的祷告 祂与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有一些时候我们的祷告 不是求祂什么 只是向祂输苦 你看看世边里面 世边里面很多边都只是向祂输苦 大卫和其他的诗人 只是向神输苦 我们知道神听到 神明白 我们用肉体去感受 感受不到 我们用肉眼去看 看不到神在听我们的哀求 看不到神在听我们的诉苦 看不到神是听到我们向祂求的 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 才可以看到这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用肉体的眼睛去看 我们看见的 不单只是地上的 而是只是局限于 我们现在在我们面前的 是不是 我们看不看到明天 看不到 我们的肉眼 连地上的东西很多都看不到 有些时候有些人说 其实真的 年纪大了 我发现我过去的东西 有些时候也看不到 会不会 忘记了吗 记性不好了 过去 经历过的都可能忘记 你不要说将来的 我们没有人看得见 以后的日子 我常常说 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人生要走的道路 就好像在地上开车一样 对不对 我们有选择 我们要直走 要转左还是转右 我们是有选择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我们希望去的地方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是 信主不信主的 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 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在人生里面 那就像开车一样啊 对不对 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地 至少我们不想要开车乱开 开进去这个撞到东西 或是开进去那个坑里面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一条 他觉得应该走的路 像开车一样 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 我们人生里面的开车 是看不到前面的 我们只有那个到后的境 对不对 我们只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经过的地方 像我说 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了 记忆里不好的时候 连后面过去的 也许看也看不到 不记得了 最多我们可以看看 旁边的人怎么样开车 对不对 但是前面是完全挡住 看不见的 我们的人生就是像这样子开车 所以我们靠我们肉体的眼睛 去过这一生的话 的确是不容易 对不对 我们看不到将来的 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眼前的东西 可能就只是这些坏消息 这些灰暗的天气 黑云遮盖的一个状况 可能我们就只是看到这样子 但是靠我们 神给我们的眼光 属灵的眼睛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只是我们眼前的 不只是现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将来的 神所应许的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十七节 因为我们是后制 我们是神的后制 和基督同坐后制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受苦也是一个不好的 对不对 因为你还没有领受 这个产业之前 就是受苦的时候 要与基督一同受苦 但是将来就不一样了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苦楚 比起将来的荣耀 保罗说不足介意了 提都不用提了 现在这个苦楚不算什么 比起将来的荣耀 现在的苦算什么 想都不用想 一点都不介意 我们活在的时代 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肉眼所看见的 很多不好的 我们肉体 要精力地感受的 圣局可能是要受苦 但是 我们靠圣灵的眼睛 我们就知道 将来要得到荣耀 我们看见将来要得到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现在所要经历 所要面对 所要受的苦 不足介意 谈都不用谈 不算什么 这个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基督徒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如果我们不停地 只是用我们的肉眼去看的话 这个世界的确有好 有不好 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好跟不好 我们靠着圣灵的眼睛去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 怎么样去处理 第一 我们看到 我们地上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以为 那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知道 我们的父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了神 其他东西 我们不用怕 我们既是神的儿女 我们没有这个惧怕的心了 没有这个惧怕的灵了 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是有安全感的 我们的生命 虽然我们遇到的景 我们的环境不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是有神祝福的生命 就算在一个不好的遭遇当中 我们都可以知道 神有神的美意 在那个遭遇当中 因为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是跟全能的神 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 我们用灵的眼睛 去看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现在的苦楚 只是暂时的 不算什么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处理 有一个不同的方法 去处理 去看我们周围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处境 我们不再只是看到一面 就是负面的一面 悲观的一面 苦楚 苦楚的一面 我们就看 更清楚看得到 一个正面的 看到神的爱 看到神的同在 看到神应许我们 将来我们要得到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处理这个 好生命里面 好消息与坏消息 就很不一样 一个平常的人 不认识神的人 我们处理好消息 跟坏消息的话 的方法就是 衡量 有好的 有不好的 哪一个比较大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有圣灵的人 如果我们去衡量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 这两个东西 更是很小的 不足介意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有一首歌 常常会让我想到 这首歌里面 讲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地上 有雨点撒在我们脸上 对不对 在地上有很多 甚至于不只是雨点 可能是暴风雨 但是也不怕 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看到 云上是太阳 请大家一起享受一下 听一听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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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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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改变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 早在连长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它不改变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 早在连长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余生太阳 一遍 就以为你我 而预备 这首歌里面还提了一点 就是神 爱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 他对我们的爱也永不改变 我们这个 熙在 精在 永在的神 昨天 今天 永远 都一样爱我们 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 虽然我们在地上 可能会遇到 的遭遇是一天好 一天不好 不要紧 我们信的神就像云上的太阳一样 永远 爱我们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在基督里面的爱隔绝 这个是下面一点保罗就讲了在第八章里面我们都应该很熟悉的那一段经文哈 今天就不讲那一段大家知道就好了好 那最后讲到我们怎么样才明白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啊 线索 一个 hint 让我们 知道怎么样去明白 我们怎么样靠圣灵的眼睛可以看到将来的福分 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 我们不要怕陷在地上的雨点 就是在这一句 也是一个翻译的一个 一个改变 好 我们把这个翻译改一改 我们就更清楚了 还是在这个十五节 OK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刚才讲过那个心其实是灵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 儿子的灵这一句话 更好的翻译 如果你有英语的圣经你就看到了 OK 英语的圣经的翻译是A spirit of adoption 不单只是儿女的灵 而是收养的灵 收养的灵 这样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收养的儿女 我想一想被收养的儿女会经过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经过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就让我想到原来我们在地上就是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情境 讲一个故事 一个孤儿住在哪里 当然是孤儿园啦 对不对 孤儿住在孤儿园里面 他虽然旁边有很多都是孤儿的朋友 但是他心里面可望的从小到现在可望的都是有一个家有父有母有一个家他就一直都很希望他一直在心里面都向神祷告 都希望有一天有人来领养他 有人来认他做他们的儿子 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孤儿园里面不停的希望不停的祈求 每一次有父母来 有人来一对夫妻来要领养的时候 他都很充满希望的在那边穿的最好的 给他最好的表现 但是一次又一次领养的都是别人 他就很失望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一直不停的去祷告 他一直不停的还是有希望的在等待 等待了很久 终于有一天 一个人来了 他说要领养一个人 这个男人可以看见其他人错过的 这个男孩子 这个孤儿 可能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 可能因为他的外表不是很好看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一直都没有领养 但是这个男的却可以看到 别人所错过的 他说我就是要收养这个小孩 他可以做我的儿子 那他们就问这个小男孩了 那个小男孩你猜猜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没人猜啊 他等了这么久 他可以有什么反应 当然说 好啊 好啊 当然好了 他很高兴的就答应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 那个 要领养的 要做父亲的人 他就去办手续了 OK 手续都办好了 签好了 一切都预备好了 但是他还不可以带这个孩子走 还有一些东西他要等 还有他要回家预备一些东西 对不对 预备房间啊 他要预备衣服啊 预备很多东西 然后才带他家人一起来借他去新的家 我们就想一想 这个孤儿在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这个孤儿 他知道他会被领养 手续都办好了 但是他仍然住在那里 他仍然在孤医院 孤儿院里面 墙壁有没有改变 没有 墙上漆的一样 颜色 他的房间也是一样 他睡的床也是一样 他周围的玩具也是跟昨天一样 没有改变 这些全都是一样 但是 他的心 却不一样 他所看到的 不只是看到这个孤儿院里面的 他知道 他有一个父亲 在外面 要来带他回家 他知道他有一个家 在外面 他要有一天去到那个家 他知道 他知道有一个家 家庭 要爱他的 虽然他那一天在孤儿院里面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变 还是 可能是一个灰色的墙壁 还是一些旧的玩具 还是周围的人 还是一样 但是 他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看这个世界 虽然肉眼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他心里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就是住在这样子的 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中 我们都已经被领养了 我们知道神 主耶稣告诉我们 祂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有一天要借我们去 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孤儿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收养了 我们有神的灵做一个记号 做印证 我们有我们用我们的灵的眼睛 可以看到的天父 我们也有我们在灵里面的兄弟姐妹 虽然我们肉眼看到的很多东西 可能都是一样 你出去外面还是在下雪 可能下雨 还是雪 天还是灰的 我们在外面 我们看到的新闻 还是有很多坏消息 我们人心可能还是有很多负面的 我们人还是有很多罪 但是 虽然我们肉眼看到的都是一样 对我们来讲 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圣灵让我们经历到完全不一样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 跟我们彼此的关系 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状况 虽然在这个圣灵节 我们可能说很多东西都没有变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大的庆祝的 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不只是看到那些没有变的东西 却让我们看见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 这个就是信神的人 我们的目光已经被神改变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活起来也活得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看见的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感谢神 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我们被领养的手续的一部分 祂来到为我们付出了我们该父的代价 祂变成了我们的俗家 让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 让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一个改变 虽然我们现在人在孤儿院 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已经不同了 我们的生命已经变成不一样了 虽然这个手续 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办好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结到新的家 我们在这个地上 还是看见我们周围都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心已经不同了 凭着信心 不要只是凭着眼见 圣诞节这个希望 圣诞节这个喜乐 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以显明出来 我们不再只是活在这个云下 虽然我们人人在这个云下 人人要有这个雨点撒在我们的脸上 但是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云下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在云上不变的神 在云上神对我们不变的爱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请大家现在闭上眼睛 我们大家都想象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要领养的 甚至于是神已经领养的孤儿 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上 仍旧在这个孤儿院里面 孤儿院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变 但是我们可以对自己说一声 我已经被领养了 这个世界不再是我唯一的世界 这个世界 这个孤儿院不再是我唯一的家 我真正的家 在天父那边 我已经有一个美好的 与神的美好的关系 就是我可以称他为 Daddy 阿爸父 老爸 他跟我们是可以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他对我们的爱 从现在开始到永远都不变 我们虽然看不见前面的道路 但是他的应许告诉我们 前面的道路就是我们得产业 得荣耀的道路 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地上 所要遭遇的 我们就毫不介意 我们感谢神 慈爱的天父啊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人就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已经爱我们 当你还没有把我们接回 我们永恒的家之前 你已经爱我们 你已经为我们办好 这个救赎的手续 因着你亲爱的儿子 主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出的爱 付出的牺牲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得与你和好 天父我们感谢主 更感谢主 你让我们接着保罗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经历到我们像那个孤儿一样 虽然在地上还是有等待的时候 虽然在地上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变 但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 我们属灵的眼睛所看到的 已经让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感谢主 求主你带领我们 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彼此在当中 普天同情 彼此一起庆祝主你 赐给我们的福分 也让我们周围的人 也可以明白到 可以感受到 你的爱和你的祝福 感谢主 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稣基督的圣名